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朱莉安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听说上海人的烟烟饭 在桌上一定有一道卷家福砂锅 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你好 门师傅 你好 我先来看一下卷家福砂锅怎么做的 好的 没问题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上二楼 谢谢 这个饭店开了多少年了 我们上海德行馆呢 是创世于清光绪九年 也就是1883年 那个时候借过的很多社会名流 上海大亨 蝴蝶啊 周景啊 都是我们上海德行馆的常客 这边已经全部弄好了 等会我就现场演示给你看 全家福什么意思 你们都有什么东西 全家福砂锅呢 是上海年夜饭的一道鸭轴菜 预于大家就是团团圆圆这个菜 里面的食材呢有几种 肉丸 团团圆圆 三海年干叫熏鱼 就是年年有余的寓意 你看这个蛋脚像什么 像金元宝 对的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是金黄色的嘛 金氏元宝 放在这个汤里面呢 就是寓意好一点 其他的随便配 有钱的呢鲍鱼 刺身都可以放 没钱呢也可以放放带鱼 也没事的 对吧 现在因为就是要给年轻人接收这些菜 我们其实也要会那个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忘本 摆得很漂亮 颜色很丰富 对 到这部分呢就是初加工 跟摆盘这块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烹调这一块了 美师傅 你做厨师多久了 记得你做的第一道菜吗 到现在呢已经将近快三十年了 做的第一道菜我想不起来 但是做坏的第一道菜我想得起来 是蛋炒饭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道菜 要把蛋跟饭炒一炒对吧 对 你到饭店炒这个火候很大 就把它给炒嚼嚼了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好香啊 对 现在已经差不多好了 我们可以接盖了 味道怎么样 那么重 其实我们上海年夜会呢 有很多这种经典的盐菜 就是譬如说油爆虾 八宝辣酱 八宝鸭 四喜烤芙 都是我们上海菜 就是年夜饭里面 必上的菜 您有时间呢 多来看看我们年夜饭 好的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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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